大家好 谈到英国的学校 很多人脑海当中能够浮现出来的 除了牛津剑巧这样的名牌大学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贵族中学 叫做伊顿工学 说来这所学校是尽显精英气质 英国历来首相这工学出了20个 你比如说七年战争那会的老皮特 打败拿破仑的英雄威明顿 包括前任英国首相约翰逊 就那金毛都曾经就读于这个学校 首相之外伊顿也是名人辈出 19世纪提倡天眼论的贺旭黎 20世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全都是伊顿工学的校友 那么这个中学到底有什么故事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社会精英的摇篮呢 今儿咱就聊聊这个 这伊顿工学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啊 公元1440年的时候 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建立的 相当于中国大明英宗正统年间 亨利六在英国历史上啊 评价特别低 自己性格懦弱 直接呢导致了玫瑰战争 后来他还疯了啊 不过亨利六啊 当国王不行 人却是个好人 对宗教特别虔诚 自己呢也特别朴素 而且呢还热衷教育 出资在剑桥大学建了个学院 这就是如今的国王学院 一开始呢计划招收70个孩子 但是当时上大学这事不容易 你得先有预备的知识 而且呢得有资产供养你读完书 当时的英国贵族普遍都是大老粗 就算家有钱也没有动力学习 真想上大学的呢 家里往往囊中羞涩 所以啊光是开个国王学院 想来读书的人肯定会不少 但最后的下场就是这个没人读的起书 为了解决穷人想读书读不起的问题 亨六呢就搞了个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预备学校 也就是伊顿公学 每年招70个人学费全免 等着些孩子完成了公学的课程 自动升级去剑桥国王学院深造 当时的英格兰像伊顿公学这样的公学还有好多 你比如哈罗公学等等 他们叫公学 顾名思义就是开放给大家 根本不是什么贵族学校 在当时没有义务教育 这样的公学能给这个平民希望和机会 让他们从此可以读书认字 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 到了18世纪以后 事情开始起变化了 义务教育开始在英格兰普及 普通中坦阶级的孩子呢 也有机会接受教育 过去的公学就变得多余了 不过在当时 虽然义务教育普及了 但是能上大学 特别能上剑桥 在当时也是人中龙凤 伊顿公学的毕业生啊 基本上都是定点对口 升入剑桥国王学院 从此呢 金光大道就打开了 所以这本身 就是一块金字招牌 这么一来 伊顿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化 开始往精英化教育的方向发展 招收的学生呢 也都非富即贵 甚至英国王室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王室子女入伊顿上学 如此一来 伊顿就变成了十足的贵族学校 都已经是贵族了 那伊顿的学生是不是得被捧到天上 享受天上人间的待遇 根本不是 这个学校啊 学生的物质条件并不怎么好 睡硬板床 吃粗茶淡饭 还得忍受各种学校监督射奸 无休无止挑剔 你比如说吧 甭管刮风下雨多冷多热 学生只能穿燕尾服 运烫平整 不能有纸 不然就会被殉剑 至于咱们学生常见的那种背着的书包 对不起 伊顿历史中根本没这玩意儿 多少书您都得拿手拿着 不然的话会让燕尾服不好看 甚至说您要是穿的袜子 戴彩色花纹 被射奸瞅去了 不好意思 直接退学 连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规矩如此严格 学生课业负担也不轻 他们不是跟恒水毛潭厂中学的 一天天做题 恨不得学生眼镜都1200度 而是要上大量的体育课 一顿学生自己有个格言 运动第一学习第二 可见他们对运动有多狂热 这么做也有理由 因为这所学校毕竟是贵族教育 贵族就要求高尚的品质 比如学会接受失败 领导和被领导 遇到困境不退缩 这个团队荣誉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啊 在课本上学不到 只有在体育场上历练了才知道 后来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 就是伊顿的学生 据说他打完滑铁炉之后 重访伊顿 说感谢伊顿的锻炼 否则我不能在滑铁炉 打赢拿破仑 在战场上死个人什么那点东西 跟我平时在这个中学受的虐待鼻子 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这儿生不如死 所以你们 就跟有的那小孩为什么会打架 从小我爸就打我 然后真到这个上去跟人打架 还没有我爸打的疼呢 这算什么 所以这种人爱打架 伊顿这样的贵族精英教育 也不是没有问题 你比如说吧 高年级的可以随意领入低年级 随意打骂 非常普遍 更要命的是啊 19世纪中期以后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日千里 伊顿的学生呢 课程设置非常死板 每天学的基本就是希腊文 拉丁文这种死语言 跟近代社会非常脱节 伊顿校友 著名的科学家贺旭黎 就曾经尖锐的批评自己的学弟 说他们必须死记应备一些毫无用处的死语言 但是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 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 更没有听说过近代的地理 近代的历史 近代的文学 你让他们在地图上找印度 那是超纲的 所以这些学生进入大学 那不就废了吗 而且呢 这个从伊顿出来的都是人中龙凤 去剑桥杜丸金 可以稳定的在英国社会高层 谋一个好位置 但这些人接受的教育就这水平 你指望他们去把国家治理好 怎么可能呢 当时是什么时代啊 各国竞争啊 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啊 伊顿再这么玩下去 英国前途堪忧 所以这不光是教育问题 还是国运的问题 所以呢 19世纪60年代 迫于巨大的压力 伊顿工学开始改进了自己的课程设置 终于呢 加入了科学课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不损害希腊文 拉丁文的地位 而且呢 学科学也得有利于身世精神的培养 比如呢 直接促进和培养人的观察能力 培养有条理的思维习惯 这些东西当然是身世美德 而且呢 将自然科学引入这个正规课程 是适宜的 于是从此之后 伊顿开始引入科学实证这些科目 并且呢 对学生的要求 也不是能大段的背诵 拉丁文希腊文就算了 还得学以致用 对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 要有独到的见解 也多亏了这次伊顿工学的改革 他们的毕业生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社会 二十世纪的伊顿 还能出那么多名人 比如这个凯恩斯啊 奥威尔啊 还有一大票首相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到了二战之后 随着社会上多元化和人权思想深入人心 伊顿呢 也在进行了另一场变革 过去那种高年级 对低年级的随意凌辱 还有那种随处可见的体罚 至此呢 算是彻底废除 除此之外 伊顿的招生范围也扩大了 到现在伊顿每年面相招生一千多名男生 中国人黑人只要符合严苛的入学条件 都可以去伊顿读书 但是入学之后 能不能适应他的严格校规 那就看每个人的造化了 所以咱们看这伊顿工学的历史啊 虽然在一百多年来经历各种改变 但是整个工学教育的核心没有变 就是培养绅士和贵族 在英国人看来 虽然科学技术进步一日千里 社会上每天有那么多新事物 但是对于绅士来说 学习这些新东西不是特别必要 反而是如何培养正直的美德 才是一贯之的主题 那咱们经常说教育应该以德语为先 其实这伊顿工学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 好了 关于伊顿工学的历史呢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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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